你知道恐怖片里最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吗 不是一惊一乍的音乐 也不是突然蹦出来的画面 而是一句话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在美国的康涅狄哥州 由世界上唯一一家灵异博物馆 而这家博物馆的主人 就是著名的超自然现象研究员 沃伦夫妇 在沃伦夫妇的职业生涯中 一共解决过上万起灵异事件 两人在1952年创办了沃伦超自然博物馆 并将工作中遇到的灵异物品封印在馆内 这其中就有大家最熟悉的恐怖玩偶 安娜贝尔 在著名导演《温子仁》的一手操控下 沃伦夫妇的经历被改编成多部电影 并共同组成了恐怖电影界中唯一的世界馆 招魂宇宙 今天咱就讲一讲招魂宇宙中 最让沃伦夫妇害怕的安娜贝尔 说呀马家屯有个著名的人偶师 叫穆林斯 论专业程度 他完全不亚于恶名招注的玛丽萧 穆林斯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退休前做100个限量广报 但很不幸 他刚做了第一个就出事了 这天一家三口出去玩 结果半道上车坏了 他闺女安娜贝尔去捡罗斯的时候 不幸出了车祸 当场也恨东美 时间来到12年后 痛死女儿的妻子卧病在床 为了给家里增添人气 穆林斯把房子贡献给收拢所 让一个修女带着几个孩子住了进来 小美因为天生残疾 其他孩子老排挤的 不愿跟她住一屋 于是小美找到了一间没人住的屋子 到了晚上 有人给小美的门缝里塞了个纸条 上面写着来找我 小美以为是哪个朋友正在逗她 就跑到门外查看 于是她在安娜贝尔的房间门口 看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就是这儿 小美推开门 房间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只摆放着各种玩具 陈色也都保持着安娜贝尔生前的样子 但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会出意外 小美打开储物间的门 发现里面放着一个长相恐怖的玩偶 她赶紧关上了门 可一扭头 门又自己个人打开了 小美把门关上 然后上了锁 可没一会儿门又开开了 小美有点害怕 她找了张床带给玩偶蒙上 结果她正准备离开房间 玩偶突然站了起来 小女孩一回头 发现身后站了个东西 这东西二话不锁 开始步步比进 就在女孩退无可退的时候 小美吓坏了 赶紧以十米充四的速度 溜回房间 钻进了被窝 此时小美还不知道 自己无意中放出的是个多恐怖的东西 与此同时 另外俩姑娘胡了吧唧的 正蒙着被子讲鬼故事呢 哎 你听说没 昨天有个人看视频没点赞 结果家的冰糕全让人撸了 就剩下棍了 我听说了 也马老恐怖了 俩人正闹起劲呢 外面突然传来动呢 然后手电筒就包死了 接着一个人摇着铃那儿 枪不声走到了这么跟前 俩姑娘吓得浑身发凉 一直等声音消失了才敢睁开眼 可万万没想到 俩姑娘惊慌失措 说刚才有个女的搁子吓唬人 修女问穆林斯 是不是你媳妇 穆林斯摇摇头说不可能 我媳妇都瘫多少年了 她爬过来都不呛 第二天穆林斯外出干活 修女来到她媳妇的房间帮忙照顾 小美在门外偷看 发现穆林斯太太确实是行动不便 那昨晚上的一切到底咋回事 小美在墙上看到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阿纳贝尔和她的玩偶 小美把照片带回房间仔细查看 却发现阿纳贝尔的眼睛 在黑暗中会发光 一拿出来就灭 一遮住就亮 这玩意这么高科技吗 现在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晚上小美和闺蜜 再次来到阿纳贝尔的房间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意外 一愣神的功夫 俩人发现 王偶的头撇过来盯着她们 闺蜜吓得一溜眼跑了 上前小美在屋里翻着 结果她一抬头 看见了阿纳贝尔的灵魂 小美的腿被抓脱了皮了 她拼命爬出了房间 在走廊里大喊救命 可是根本就没人能听见 所有房间的门还都关上了 随着阿纳贝尔的房间门打开 一阵黑暗蔓延出来 遮住了整个走廊 接着没过一会儿 小美就从二楼摔了下来 经过抢救 小美没啥危险 但她的腿是彻底眼恨都美了 回来的小美哭着对修女说 姐呀 咱换个地方住吧 住别人家要钱 住这家她们要命啊 当天晚上 穆林斯躲在妻子的房间里 敲门声削起了十字架 妻子问她咋的了 穆林斯有预感 八成是十二年前 封印的闺女书醒了 与此同时 得知了小美的经历 闺蜜吹花有点害怕 于是她来到了 阿纳贝尔的房间 顺着锁孔往里一瞅 好家伙 玩偶正自己搁那坐摇摇椅呢 可吹花把门一打开 玩偶居然消失了 没跑了 这玩偶指定不是杨姐的玩意 吹花跑回房间 拿出玩具枪 瞄准黑漆漆的走廊 小别毒的 吃老娘一枪 小女孩拿着玩具枪 对准黑漆漆的走廊 可她正准备收线的时候 却发现有什么东西抓住了球 然后线那头越来越高 吹花赶紧跑回床上 用被子蒙住头 突然间灯灭了 与此同时 一穿脚印通向了她的下铺 她顺着床缝一看 吹花吓得不敢出声 心惊胆炸了一晚上 第二天 吹花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吹花没事了 但另一边的小美可就惨了 她正晒太阳呢 突然一个阿飘推着她冲向了杂物键 脚落的柜子不停的颤动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似的 辛苦的小美疯狂后退 躲进了木屋的底层 然而她一回头 听到小美的叫声 修女赶紧跑过来查看 可以推门 小美啥事没有 吹花把小美的遭遇 告诉了木林斯 可木林斯一听 顿时后背发凉 嘴上说这不可能 但木林斯的心里明白 陈锋十二年的阿纳贝尔 被小美给放出来了 此时的小美已经被恶魔覆寸 木林斯举起十字架 准备驱逐她 可这出自滥造的东西 怎么可能管用 在恶魔的力量下 木林斯的手指开始极度弯曲 等被人发现时 木林斯已经筋脉进断 眼恨东北 兄女实在是忍不了了 她带着网偶 质问木林斯太太 这玩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俩人的前程得到了回馈 一股神秘力量应声而来 她请求夫妻俩 允许自己住进 阿纳贝尔的网偶族 并以此为交换 让夫妻俩见到阿纳贝尔 两人同意了 于是他们如愿以偿 见到了女人 死后很长一段时间 夫妻俩都沉溺在虚幻的美好中 但很快两人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所谓的亡魂 根本就不是女儿 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骗了 妻子拿着十字架 试图赶走亡魂 但她的出尔反尔 却激怒了对方 瞬间阿纳贝尔 变成了三米多高的恶魔 一巴掌夺走了妻子的眼睛 于是夫妻俩联系了 当地的教会 把恶魔和玩偶 封进了贴满圣经的房间 得知了真相 修女和几个孩子立刻报了警 简短接触 穆里斯太太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恶魔 于是恶魔嘎了她的腰子 随后恶魔也不装了 摊牌了 她开始明目张胆 攻击剩下的几个人 于是这一晚就是各种 你追我赶 各种吓唬人的镜头 尽管一晚上都知都有 最后还是修女想到了办法 她用十字架挂在恶魔的脖子上 重新把她塞回了那间小屋 愤怒的恶魔疯狂思考 整个房子都开始震灿 索性最终是有惊无险 坚持到了警方赶来 但此时房间里只留下了玩偶 而小美不知所中 第二天 教会的人带走了 安娜贝尔的玩偶 修女也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这里 但与此同时 小美却出现在另一个收容所中 小美自称叫安娜贝尔 还被一对夫妇给领养了 时间一转又过去十二年 这天晚上 一直都平安无事的小美 突然带着自己的男友闯进房间 把养父母给嗝了 嗨,妈 嗨,妈